原本以为胡一天耗尽了各位迷妹们今年份的少女心 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2017年的最后一周 小姐姐们又换了新老公 就在吴磊刚慢18岁的成人礼上 大家伙都约好了不再叫三十同学为弟弟 转而改叫老公了 不过头条君也不得不承认 吴磊在自己的生日会上把粉丝们纳叫一个撩的飞起 满场都飘着小粉红 没来得及去现场的迷妹们一起跟着头条君 去现场近距离感受一下奶奶三十老公的魅力吧 光阴四见岁月如梭 转眼间我们的三十弟弟吴磊也成年了 即将在明天迎来18岁生日的他 为了照顾上学上班的迷妹们 提前三天选在周末举行了生日会 头条君也是第一时间冲好会员 摆好瓜 前去围观了我大企鹅的全程独家高清直播 看过之后我好想问问三十弟弟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小小年纪已经这么会撩了 你看他一出场就是标志性的邻家暖心笑容 而且明明才刚要成年 大长腿早就冲破天际 再加上弹上打篮球时若隐若现的满身肌肉 根本不用脑补小姐姐们看了保准脸红 而当他穿上一袭白衣 又是挡不住的禁欲气息 总结起来这碾压级别的颜值 身材加气质 真是自带撩妹属性啊 更不用说他为粉丝精心准备的舞蹈 武术 吉他弹唱等全方位多角度的技能 少女新收割手 放心送火饭都不足以形容他 而且这还只能算是无形撩妹 或是撩而不自知 请不吝点赞还订成